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要盡守住自己的分寸 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的影片會講 今年什麼變化有關的意義 特別是一些新舊權力的交換 或是一些規章轉變的部分 自然會促使你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是不是想要也去得到自己的一倍跟 或是一個好處 或是長久以來希望的一個目標 今天要來拍什麼 我其實也沒有想到 因為我就想說這裡的畫面 因為其實今天的重點 前面看就知道 我特別去買這個紅色的帽帽 是為了就是有那種過年的氣氛 沒有錯一定要預錄 我們工作就是等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年我要講什麼 其實就跟過年有關的事情 過年的主題 我們過年主題的話 來講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外匯就是掌握這個運勢的問題 掌握運勢的問題 每一年隨著時間跟空間 因為我命裡談的就是時間空間 它有兩個關係嗎 它的變化的狀態之下 它可能會給你一些空氣中的訊息 它的走勢你可以去掌握它 我們首先來談一下 大家都希望的一件事情 你今年要怎麼樣去得到一個好處 今年是一個連真化錄的這樣的編分 它連真化錄的時候 你要去看連真心這個行道的特徵 它談了什麼東西 它談的是比如說你自己愛惜自己的羽毛 還有一些規範的事情 掌握掌握這種規範的事情 或者說去注意周圍人際關係的平衡的事情 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要經受住自己的分寸 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的影片會講 今年這個變化有關的影片 特別是一些新舊權力的交換 或是一些規長轉變的部分 自然會促使你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是不是想要也去得到自己的一倍跟 或是一個好處 或是長久以來希望的一個目標 這在這個平衡裡面很重要 連真化錄在這裡就變得非常重要 提醒你有什麼東西呢 你要去注意周遭環境的風險 還有你想要做的事情的一些條約 跟規範啊 還有去注意中間的這種分寸的難捏啊 那不是說你不能夠突破 只是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這個突破的這個風險 要是你能夠承擔的 那我們會提醒一下 照你們連真心坐落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今年的特別在哪裡可以看到好處 拿出自己的盤 找到連真心的位置 對應這個位置就好 首先呢 如果在這個畫面上面 紫衛跟烏龜有你的連真心的話來講 你今年的好處是什麼 在你的理財啊 態度啊 價值觀上面啊 就是關於證取情的部分 你只要掌握好這個尊寸 你今年其實大概有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一些宗教的思想 或精神層面的追求 乃至於到身心靈的安定的 那種追求的方式的話 來講 今年也會得到你想要的好處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在寵衛衛這一條呢 寵衛這一條 你真心如果是進入到這樣的位置 其實今年啊 你的 比如說前一年的收穫的部分 你可以得到的 比如說有人今年獎金要分紅啊 其實會有入障 然後再另外一點呢 可能是你在家人跟家庭相處的關係之上 或者說入障的條件之上 或者說呢 業務人員啊 你今年入障的條件之上 這也是一個你可以期待的好處 在隱身會這一條上面呢 如果呢 你有連真心都在這 今年好處是什麼 今年的話來講 其實感情啊 跟工作上面呢 都還有做可以掌握的機會 工作上面可能偏忙 那可是這一條線上面 同時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桃花的機會忽然多 可能太多的時候啊 會有一些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固定關係的話 請你把這份用力呢 努力在維持彼此的環節 而不是把講伸出去好 接著呢 在毛友位上面啊 如果你連真心啊 今天坐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上 在今年的話來講 跟你周圍的朋友啊 夥伴啊 打好聊好關係 然後呢 也無由 既然我會特別去講說 跟打好關係的話 在這個環節之上呢 難免會有一些爭執會出現 可是問題是說 你維持好關係的話來講 可以對你現在的目標 那現階段目標是相對是有幫助的 那也不是要你一妹的退讓 記得我一開始講的重點啊 你的這個平衡啊 跟你掌握的範圍 或者說你掌握的分寸 你只要去處理這個風險事件 你能夠承擔的 你可以承擔的 那當然你可以 照著你自己心裡去做事 不能夠承擔的話來講 我們就稍微忍耐一下下 特別是呢 今年如果你有很多的客戶關係 然後人際朋友之間的關係 家人之間的關係 乃至於合夥的關係 這是你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如果是說呢 你是在 程序位上面呢 有連真心 那這個狀態之下 今年呢 其實你只要經受你自己的分寸 其實各方面的狀態呢 你都還可以能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關鍵是什麼 要了解所有東西的規章 條文規範之間 都承擔的法 那最後呢 如果是在 四海位上面 有連真心 你的連真心坐落在這條線上面的話 其實啊 根據上行的關係啊 上述的關係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去維持好 你可以得到他的幫忙 可是這條線上 讓你同時要注意這些事情喔 就是啊 好好去做健康的管理 因為法康也是非常有機會的事情喔 好 連真心的部分 關於2024年的這個 運勢操作的部分 你了解了嗎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留言處告訴你 讓我們找到時間會合作喔